二年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 穩中求進 幾個月前 中國官方才高調宣稱 二零二二力憑經濟成長率 突破百分之五點五 不料言由在耳 最新數據卻來打臉 在堅強的基本面 還是敵不過清零政策 中國今天發布第二季GDP 年成長率只剩下百分之零點四 連百分之一都不到 大幅低於預期 也遠遠不如第一季 讓人觸目驚心 為了美化GDP數字 北京勉強把這一次的百分之零點四 和第一季GDP百分之四點八來做平均 把整個上半年GDP年成長率 拉到百分之二點五 讓數字好看一點 但仔細彈開看 問題可不小 其他數據上 中國六月工業生產年增 百分之三點九 同樣低於預期 只有六月零售額擺脫低迷 但可能只是因為各大電商 在上個月大半促銷活動 經濟在爛下去 火就要燒到習近平身上 歐洲則面臨歐物危機 導致能源斷供的風險 歐盟支援會把今年GDP年成長率 維持在百分之二點七 但大幅下修明年數字到百分之一點五 官員更做出生動嚇人的比喻 同時歐元一度出現二十年來 首度貼平美元的匯率 也對經濟前景帶來進一步衝擊 因為貶值相對助長通膨 進口能源 食品 金屬等成本 全部變貴 預告經濟衰退風暴 正在席捲全球 下令新聞 姚懷正報導